同学们,再等,等,等几分钟,等一两分钟,今天是周末嘛,有的朋友可能起不来那么早 这一个星期,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过的 我们可以说一下你的星期,我们可以说一下你的星期,什么时候 的,什么时候你提到的,什么时候你会听到的,等等 如果有人能解释的这些人,你能回答我直接就直接 否则的话,不怕我们不可能会继续,我们继续我们自己的 我已经把自家的话筒打开了 这周过得怎么样 谁想说 说几句说一句话都可以 想说就可以说 我这周这个星期怎么过的 做了什么 我可以说 好吗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好 好 我可以说 我受到十二次的课程 我许到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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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太多疫情 我感到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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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 我感到病毒 想病毒 他这个星期打了第二天的一秒 但是有几个点啊 不属于你说好像有一个 阿派阿乌阿和和水是吧 我们OK可以 有几个地方用的呢 语法没有错误啊 就是用的词呢 我们一般不这么用 比如说 这个麻辣的这个词啊 是病 确定了是疾病 你病了 但是这个疫苗后的反应呢 我们可以说我不舒服了 I'm comforta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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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舒服 你要是麻辣的 那就去感冒发烧啊什么病 这是比较严重的一种疾病 我们可以用麻辣的 对 还有呢 比如说 这个碎和这个介词啊 是可以的啊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我躺在床上动不了了 碎和呢 特别强强调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嗯 这个位置啊 在床面上面 嗯 也在床面 我们躺着 那这种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要卧床嘛 对吧 我们可以说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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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到终极的水平了 谢谢李老师 终极入门的水平 挺好 好的 谁还想说一下 我们再找一位同学 说的没那么好也没关系 一句都可以 关键是你要张嘴 有吗 没有我就不点了 一说没有我就 同学吓坏了 赶快要下线了 别走 别走 别下去 我不点了 别害怕 好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法语出集 我们之前呢 学了一些音速 O O U S Z Y G Z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把它简单的复习一下 然后呢 我们做一两个发音练习 然后我们就要学一篇很小很小的小短文 我们要练习练习说话了 今天呢 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周六 今天反正多伦多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我不知道Montreal怎么样 Montreal怎么样 再有一个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我看看时间 我们下个星期的课 下个周六的课和下下个周六的课暂停一次 那暂停两次 跟大家请个假 好 那我们开始 OK 好 那么我们上节课呢 学习上两节课或者三节课 我们学习了法语的几个因素 我简单的过一下 因为时间的问题啊 有的我会找同学来念 有的可能就不找同学念了 我希望大家啊 踊跃的张嘴 好 第一个 音速 第一个词 Porte Porte porth � МУЗЫКА S. S. P. Ball �� Obbles Ognion Album Radium 下面一个因素 O 注意和第一个因素的区别 第一个O 第二个O Goat Do Mo Gro Emotion Rose Shose Shose Emotion Emotion Notion Notion Fauss Fauss Gros Gros Atom Atom Tom Tom Zone Zone Cyclone Cyclone Shot Shot Gauche Gauche B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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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带大家读了一遍 我想找同学来念一下 我直接点名了 包包 在吗 B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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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O B-A-O 有的话你自己解除一下静音 没在啊 下面 那么我们就待了 勇敢的念一下 好 念吧 打开了吗 开了 哎 好 念念 哦 哦 B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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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O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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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讀O吧 这个 O 终于看我后面再写了个音标 O la bom A la bom O la bom O la bom O la bom Had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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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那个Sui不发音吗 哪个Sui 他不是有一个H Had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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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t Gott 是Gott Gott Gott OK 好 可以了 可以吗 Mexi 可以吗 对吧 这这这 大家别说哎呀我比同学读的差了 人家可能学了一年两年了 对吧 你如果从零开始的你把水张开 就是进步 好吧 下面我往后面拉了 后排同学经常看不见 星光 星光在不在 没有的话刘敏 刘敏 刘敏 在那 在那 从O开始 这个音就没有上面那个O那么张嘴大了 O 好 好 Cott G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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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 G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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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了可以了不用念了 谢谢老师 真是零基础 行挺好了挺好了 你这么开始 对正常 我看这个名字我挺喜欢的 傅贤山人 要不要念一下 好 说 好 你再上面念一下 从头开始 从最上面 从头 开始 OK好了不用了 好我们今天就念到这儿 这块这一块就念到这儿 同学们现在我感觉挺好的 这个我就不念了 我就跟大家不找同学念了 我就跟大家念就行了 Wu Juju Wu Gu Wu 或者Wood 都可以 这是发Wu的音 这个我要找同学念一下 很简单 谁先跟我说这个音怎么念 这是主要的 我看看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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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在吗 其他的同学可以静音了 Tina L如果不在的话 Torrento Linda 好 这个音是什么 这个音是什么 最主要的事 在哪儿都 看看 这个 这是 OK 好 第一个单词 Shina OK Shina Shina 好 第二个呢 Shahif OK 第三个呢 Shama OK OK 可以了 很好 关键就是第一个词 Shina 这个 发Sh的音 因为有的同学 有这个音 经常发的不准 不是错 是不准 好 这个词 我们再找同学念一下 百合 在吗 在 念一下 这个音怎么念 一 一 一 不用这么长 不要一 最发不好就是这个音 今天再次把我抓到了 对 所有人都是这样 我不会这个 我不会这个 你放心 就老是准找你这个 你说这我会 我就想你找我 对不起 他不叫 Y Y 没那么长 很短促 Y Y OK 好 Y Shina None None Sie None Sie L OK Sie L Sie Be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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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yang乐队那个发音给我去掉 很多同学我们小时候 Beyang还很流行 不行 不是那个音 Beyang Beyang Yen Ain的音 Ai 没有Yi的音 Ai No 不是 不是Ai Ai Ai Solei Ba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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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ayun OK 很好 好 谢谢 这不挺好吗 不挺好吗 下一个 啊 啊 H U N G Han 是吧 好 来试试念后面的 Ace A 什么 我 Ace 很对呀 很对呀 没错 Ace 很好 Ace Fie Fie 这个要拉长音了 中间你要拉长 Fie B B OK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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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rier 然后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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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词呢 这个音呢 我就不念了啊 这个不找同学念了 这个很简单 K Ha Guer Sher Fer 好 这个音也很简单 Zero Zero Orizona Orizona Rose Rose Magazin Magazin Transit Transit Diziem Diziem Ciziem Ciziem OK 现在啊 这个是一个发音练习 上次我们没做这个吧 做了吗 没做 好 OK 我看后面还有哪个 OK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 这个呢 是我们的 今天我们的新内容 就是我们要讲的对话 我们先把单词给大家 我跟大家 我带大家念一遍 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说 好吧 请大家先把麦克都关上 Fer Bong 是你好 早上好的意思 一般大家没有接触法语的时候 都会说一句 法语我知道有个词 笨猪 笨猪 这个词 那都难听了笨猪 他们正常的发音叫 笨 注意 B O N O N 这个发音是 O O 的音 所以是 Bong Bong 后面 Ju 那个 O Y 是 U 的音 我们上面学过的 Bon Ju Bon Ju 这个 H 的音 巴黎地区发的比较重 但是在其他地区呢 有的时候你就听不出来了 尤其他这个H 在单词词尾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就听不出来了 我们听的很多的就是 你正常你看电视 或者你跟法国人沟通的时候 包括贵贝克人也是 基本都是 Bon Ju Bon Ju 就完了 H 就没有了 有的呢 你能看到 口型有这个H 的意思 但是也听不出声音来了 Bon Ju 就是这种情况 好吧 早上好 这个早上好呢 我觉得不是很确切 不是很确切 大家可能会发现 他有一点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现 只要是天亮 只要是白天 我们都可以用Bon Ju 晚上天黑了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 叫Bon Bon 那是晚上好 有一个同学问我 法语还有一个Bon 就像英语的Good night一样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晚上我们分手了 分别了 要各自回家睡觉了 我们说晚安 或者是家长给孩子讲完故事了 孩子要睡觉了 关门的时候说 Bon 睡个好觉 是这种情况 那么Bon 一般我们就是白天的时候就可以这样 也有 有的同学 就问 那下午好怎么样呢 下午好时间 我们都可以用Bon 有同学 有同学我说 我说下午是Aprimidi 那我叫Bon Aprimidi 也可以啊 你可以具体的讲 下午好 可以啊 后面 这个词有时特像日语 这是一个短句 它不是一个单词 大家把它背下来就可以了 como saba 后面两个词的发音 大家估计你会汉语拼音的话 都能拼出来 Saba como saba como saba 你怎么样 大家注意Saba这个词呢 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们在出面语上不会使用这些 尤其这个上面 Go mo Go mo 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跟英语的号是一样的 H-O-W一样的 就是怎么样 如何 como como d'allez vous como vous décrivez votre lettre 等等等等 这种方式 叫Go mo Go mo OK 第四个单词 大家应该有的同学已经认识了 这就是主语 我是一个主语人生代词 je je 下面是 您和你们 我们都用这个词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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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面一个 这句话有些绕 这是我们 我心有体会 我们学法语 如果你是纯粹零基础 就是跟我这个班 从开始 ABC开始学起的 那么到这儿 这是你念的 应该是最复杂的一句话 它叫 como vous décrivez vo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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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句子的结构 它是一个特殊疑问句 特殊的疑问句 它后面是一种倒装的形式 这些我们到后面慢慢给大家讲 你现在所有的工作 就是把读音发对了 第一个单词 como como 第二个 Wu 第三个单词叫 a play 这个a play 因为它前面是一个字母 a开始 字母a开始的话 要跟前面的 我们叫什么呀 连送 连起来 这个s在这里原来是不发音的 没有s的发音 但是在这里一连颂 他就发音了 而且他前后都是原音 所以他发z的音 就是 就是 您的名字叫什么 OK 那么你怎么回答呢 如一下面就回答了 Je m'appelle Je m'appelle 我叫什么 比如说Je m'appelle Lionel 我叫 Lionel 有同学说Je m'appelle Sophie Je m'appelle Pascal Je m'appelle Daniel Je m'appelle Pierre Martin OK都可以 Je m'appelle Je这个词大家会明白 那是我 那个后边这个M还一瓶是什么呀 这个是一个动词 就是名叫什么叫什么 这个动词呢 在英语里边是没有这种形式的 我们把它叫做带动词 带动词 它是法语历史上严格出来的一种写法 后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讲 分几个阶段来讲 包括他的一些个 以后会有些主动词啊 配合的问题 中级班的同学会知道 下面这个词 Supply 看到了吗 这个Supply 就是这个Maply的动词的原型 大家看怎么不一样啊 前面的M不改成了S 对 大家记住这就行 后面我会跟大家说 他的具体的动词变味的方法 还要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概念 就是动词变味 我们今天就先把生词先念一下 Enchante Enchante Enchante就是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见面的意思 你可以单独就用这个词 Enchante 完了 人名 Enchante Bascale Bascale 后面 到处第二个 Ale Bien Bien 大家上次 在之前我们练足音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 它是英语的 Well的一个意思 是一个副词 表示很好 表示程度的 那么Ale呢 单独拿出来 Ale就是go的意思 去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把它组合一起 它的意思就变成了身体很好 我最近Ale Bien RBien 挺好的 这种也是一种口头用语当中 常用的 最后一个 Merci 这个很多同学学了法语之前可能就知道 一个是笨猪 对吧 一个是Merci 我们叫Merci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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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coup 非常感谢 好 这就是 这几个单词 下面 Gi 念Gi Gi 就是谁的意思 英语的who At At呢 我还给大家一个英语的参考 就是英语的Be Be的那个词 它是动词是的圆形 大家明白吗 是圆形 我们会用到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可能后面要给大家主要练习的 是要会它的动词变位 会它的动词变位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谁 DS 这是谁 DS的意思 好吧 好 第四个单词 S 它也是一个代词 好 只是一个只是的代词 表示这个 这个东西 后面 S和 At 大家注意这个 S C C是什么呀 C就是 S加上At 这个At 根据S又变位 写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这个样子 这有一个 这后面还有一个 大家能看见我的鼠标吗 可以 可以 看见我鼠标就行 这两个 在一起 我们就把它 怎么样 省音就缩合在一起了 前面这个 不要了 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 应该写的是 这个样写法 但是呢 前面这一个 是原因 后面也是原因 这两个原因在一起了 这个原因我们就 不要了 不写它了 就这个样子 不要它了 把这两个词连在一起 这个位置 用 稍等 用这个来代替 就变成了 C 就变成了C 我们念法就是C C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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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法语的 英语 英语没有 英语是没有的 这种写法 但是这种情况呢 所以在 有的时候 尤其我们刚学的时候 是考验大家的 时间长了的时候 你会形成一种 固定的 一种 理念 或者是 反应 看到两个原因字母 就得把它前面那个去掉 然后写成这种样子 那么 是不是 所有的单词 都要这么做呢 这就是法语困难的地方 不诠释 有一些不所合 我们到后面 再说 别着急 好吧 好了 下面这个 把这个去掉 S S是什么 大家明白了 就是 S At 把它倒过来 把At 这个At 放到了S的前面 这就是一个疑问句 实际上 相当于英语的什么 Is it 这么个东西 就是这个样子 这我也写这个 大家应该就明白了 对吧 好 下面是人名 Louis Louis 再下面这个 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 发音比较困难的句子 这是一个句子 这不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单词的问题 所以同学一看 这个就 就懵了 我跟你们说 95年 我19岁上大学 上大学的时候 大学一年级 我们上课 学的这句话 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意思 就一看都看晕了 但是呢 就练这句话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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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练了 一个礼拜 基本上一个礼拜 才能把它熟练的发出来 那时候小啊 住宿舍嘛 没事 同学一进屋就是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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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指着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时候小孩嘛 19嘛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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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呢 如果有学习的热情 那你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然没人的时候 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或者跟家里人互相帮助的时候 到处指房子里的东西 你也不用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就能把这句话念出来 用这个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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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多你再加上一句 比如问问你老公啊 问问孩子啊 问问你老婆 Gas 你叫什么名字呀 估计你媳妇一把人给拍走了 几十年了 不是我叫什么名字 Gas 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好 开个玩笑啊 这句话我再带着大家念一遍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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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了吗 就那边 Gas G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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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啊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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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昨天我儿子在画画画画玩 拧着一个小冲子过来 给我老婆吓一跳 我就问他 我的脱口说 Gas Gas 那什么玩意儿 什么东西 这么个意思 对 好了 下面这个词啊 我估计大家都能念出来 法语呢 有很多词啊 跟英语是 写法是一样的 读音呢 是相近 所以就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英语学的很好的同学呢 在学法语的初期呢 两个语言会有冲突 会有相互打架的这种情况 但是到了后期 呃 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我啊 我现在生活在多伦多 我先说一下生活在多伦多 很多同学以为我在蒙春药呢 我生活在多伦多 我的英语不如法语 因为法语我19岁学 那种完全是沉浸式的那种学习嘛 呃 那么我说英语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就英语卡壳了 这个单词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我知道法语的 我就用把法语单词 按英语念出来 呃 有的当然不是了啊 但是有的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OK 啊 差不多 而且呢 如果你用法语单词啊 来表示英语 当然念念成英语的 如果这个词存在的话 很多时候 在英语当中 这个词还是比较文雅的 啊 比较高雅的 这是后话啊 等你到终极以后再说 现在 还是先把盖斯科赛念好了吧 啊 回家念盖斯科赛去 啊 盖斯科赛 这两个 好 好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这句 这篇文章了 说文章的到不了 就是一个小小的对话 我给大家念一下 我看看 给了还低了吗 完事之后 给大家几分钟时间 啊 念一下 第一个 我现在念 大家听就可以了 然后我给大家时间自己念 Bonjour Bonjour Comment vous appelez vous Je m'appelle Anne Enchanté Je m'appelle Pascal 我太年纪 Bonjour Bonjour Comment vous appelez vous Je m'appelle Anne Enchanté Je m'appelle Pascal 第二段 Comment allez vous Je vais bien Merci Et vous Je vais bien Merci 我再念一遍 Comment allez vous Je vais bien Merci Et vous Je vais bien Merci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啊 大部分我觉得同学都应该会了 因为我前期把那个单词在刚才都跟大家说了一遍啊 第一句话 Bonjour Bonjour 你好 你好 Comment vous appelez vous 您叫什么名字啊 或者您贵姓啊 这中文的讲法 Je m'appelle Anne 我叫Anna Je m'appelle Anne Enchanté 很荣幸见到您 Je m'appelle Pascal 我叫 Bascal 第二段 Comment allez vous Comment allez vous 也就是说 您好 怎么样 您好吗 就是英语的 Hoyou Je vais bien 我很好 Merci 谢谢 您呢 A vous 您呢 我也很好 谢谢 这是最基本的啊 我们学任何语言 就是一种知识的套路的话 先肯定要学的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你要这么念的话 就写的很僵板了 人一看呢 我们科肥班刚毕业 啊 Comment allez vous 你可以说这个 Comment ça va 啊 可以 回答的时候就是 太 bien 就完了 太 bien 请多加一个 A vous 您呢 啊 别别 完了 不用完全照着书本来念啊 照书本年来 有时候你挺挺的傻傻 但是我们学 还是要学啊 我们只有是过去我们讲交往过正 只有把它往高水平的要求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怎么说呢 一个课堂上如果一个学生能把老师所讲的内容的75%都吸收掌握了 那他就是一个excellent的非常好的学生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可能老师讲的东西我100%都记住了 少 太少 OK 好 那么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自己念一下 好吧 好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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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字幕 谢谢 谢谢 而你,我很好,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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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个不对 第四四不对 不知道 有同学帮帮他吗 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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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Gat K-A-Gat Gat 五是什么 Chink S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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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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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at Y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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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字母 R 不发音 不发音 所有的R 是在法语当中 全都不发音 就是有这么一个写的 在那立着了 所有的R是全都不发音 大家记住啊 发音的时候 我说发音的时候 你可不要书写的时候 把它不写上啊 发音的时候 你无视于它就完了 明白吗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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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rve OK This OK 可以 挺好 我来念一下老师 你来念一下 Eat Une 很标准 D Trua Gat Trua Trua Gat Think Sith Sat Yut Nerve Dese OK 很好 我们看一下 稍等一下 时间来不及了 我后边再这样念 记好了 记好了 这个我要这样念 说说这个 这就是法语的动词变位 我们终于见到它了 是不是很欣喜啊 对 噩梦就开始了 对 那么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大家注意啊 第一个单词 这个 Alay Alay Alay呢 是相当于英语的呀 Go Go 是这个词 Go 但是在英语当中呢 你无非是 Go Go 还有干 就完了 过去词啊 第三人称 加个复数啊 就完事了 但是法语当中 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几种写法 都是法语的 陈述式 陈述式啊 语式当中一般实的写法 法语呢 有多少语式呢 我们知道啊 语式最大的呢 是陈述式 其次呢 是虚拟式 条件式 还有包括起始啊 等等 但是主要我们讲就是 这三大语式 这三大语式当中呢 我们说陈述式当中的 时态 这就不是语式了 是时间的时 它的时态 那就很多了 过去时 有符合过去时 未完成过去时 一般过去时 遇过去时 超越 一符合过去时 和超越符合过去时 等等等等 将来时呢 一般将来时啊 简单将来时啊 等等等等 但是呢 有的时态 大家注意啊 比如说 超越符合过去时啊 什么的 基本都不用了 现在 所以不用害怕 但是有些时态 还是比英语 要复杂 要多 那么这些时态 时间的 态势 时态 它的表现形式 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动词变位 就是通过动词变位 而中文的时态 不会在动词本身上 发生书写的变化 大家想一想 对吗 中文的时态的变化 是通过时间状语 这个副词 包括一些个条件来讲明的 昨天我干 乐 什么什么什么 昨天和乐 表明你这个事情 是过去完成的 而干 或者做 这个字 不会有任何 书写上的改变 不会有任何 读音上的改变 对吧 但是英语和法语 就不一样 英语也是这个样子 在动词本身 是这么 有书写的变化 法语还有读音的变化 而英语和法语 反而未必 比如说过去时 会有时间状语的改变 什么都不说 I have done 明白 我做完了 我做完了 没有时间状语 没有说yeah 没有说 1900 没有说在1990年 我干了什么 我都不说 只是通过动词的变化 我就知道 这是过去时 好 那么动词变化 大家看看 第一个 我给大家 好 这就明显了 前面就是主语 前面就是主语 re re是我的意思 re du il l nu v il l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 你 他 这个他 这个il 是男性的他 或者是阳性的他 下面这个l 是女性的他 或者是阴性的 雌性的他 nu 是我们 v 是你们 或者说 尊称里面的您 是这个词 il 这个正常念 意了 和单数的 意了 一样 是 他们 男的他们 下面爱了 女的他们 那么 我去 你去 他去 我们去 你们去 他们去 就是这种写法 我给大家念一遍 我 我 就 你 去 派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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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zalon, vous allez, ils vo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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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就是 allez的便位,所以我们正常你说我要去哪儿,很少会用到动词原型, 那基本都说, je vais, du va, ils vont, ils vont, nous allons, vous allez, ils vont, ils vont. 今天最主要的就是把我们的过去的语音的将近一半的课程, 我们要复习一下,再以后我们接触了短语对话, 最主要的一个语法现象是动词便位, allez. 那么我希望同学们把这段时间利用起来, 我大概两周不在,但是其中有两天我可能就要到蒙特利尔去了, 用这两周的时间大家可以复习复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来和我联系, 或者在群里说也可以,我有时看的不及时, 这个跟大家提前说一下,看的不及时,但是我看到了, 可能隔了好长时间我才会回复,但没关系, 你把你的问题拽过来就可以,好吧。 这个微信是? 你在群里能找到? 哦,嗯,您是什么名字? 我就是我的名字,李锦璐。 OK,好,谢谢。 我是实名的,我正好问问一下同学们, 蒙特利尔那个,在那个小岛上不有一个儿童乐园吗, 好像拉红的,他现在开吗?开门吗?营业吗? 开,你在哪? 好像开着。